歡迎大家來到冬晚婚物電台逢星期三晚提供錄音放送的港曼咬借邦 收聽的方法是在www.acrubish.org 提供 如果在直播的其他節目時間就可以跟我們在MSN聊天 我們MSN是 acrubish.radio.gmail.com mqungroup275180 at msnson.cn 大家好 我是漫遊者 我是梅日朗 我是施敵 我是來澄清舞和萬記私奔的韋雄 你是浪子回頭而已和萬記 其實我很想說如果是的你應該等有一集我不在的時候才會說這句話 你只是去校園注冊完之後回來的吧 哇 關到對不對 你說得很新的 是啊 講完友邪邦 好 講完友邪邦 第一本說封神紀 啊 大家投了票沒有呢 投了票沒有阿郎 好像投過 我再回去檢查一下 你好像在幫封神紀拉票 又被人說我們是甚麼 殺到人 對 其實有甚麼所謂 那功夫吧 要是先講功夫吧 你投了票沒有 每半過一節 好嗎 滿意沒有 我好像投了一半 然後電腦輕了 你不要說你吃口 總之再投 投了的話 總之有重複的IP我們就會關掉後面的 所以你再投也是沒用的 報告一下 現在好像700票左右 希望大家繼續踴躍 這進度比去年快 那又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升幅是緩慢的 所以可能去不到去年 那個數字也不出奇 這麼差的市道 升幅緩慢 喂 我們有升幅都比輸的跌幅 你是不是在講功夫 哇哭 我沒有講 你講而已 我想說的是 我們稍微講講我們的投票 我想說的是 但是 現在以 港萬界 跌輸的比率來算的話 其實 我們今年少人投過去年 是合理的 如果大家都是因為 都沒有看 那他們沒有買都不代表他們死了 我們當他們死了 沒有買的人才會投 因為有股怨氣在這裏 不填最受歡迎都填最糟糕的 那那個結果可能不是很可信 沒有看過就投票 我懷疑有其中一部分是 如果 以你的理論的話 不用去投票 直接用銷量去做這個結果 就算像某些行內人一樣 那看完 你買完看完 現在是再評 其實是另外一個資料 我們建議 其實如果你是有看的才會投 哪怕原來你只是看一本書的 那它可以是最好也可以是最差 就是強調一下 你沒有看的可以 剩下的 不是一定要選一個選項 還有我想 可以作為少少補充 就是今年我們第二次搞 其實都有很多空間 是有待進步的 很大的空間 就是因為 其實本身 可以分類的方法不多 所以 為什麼會把 阿孫 某大 力奇 和二十四 去比較 因為如果你做一個最佳新人 那不用說 當然和最佳新人 都必然會是他 所以 結果 沒有辦法 把他放進去 和其他精裝書 一起去比較 另外少女漫畫 是少了一點的 因為 就算我們以前有說過 JAM Comics 即是我們說過 我姐幫大平的JAM Comics 但 突然間 到setup問題的時候 突然間忘記了這本書 即是真的完全沒有印象 你說其他千千草的 吸血鬼 吸血鬼 那些我沒有印象 即是 JAM的那本只有一本 不記得也很正常 那二十四也是只有一本 我也記得 即是有些是真的忘記了 即是你潛意識裡 討厭這些漫畫 不不不只是因為少女漫畫不好記 但吳明騎士 因為他剛剛 差不多時間出了另一本 第二期 即是近投票室 所以印象比較深刻一點 所以 不涉及任何 討厭某些人 不討厭某些人 因為如果討厭某些人 其實連博裝都應該要飛過去 或者可不可以補回留言板 留一留 也有朋友說過了 所以不必重複 我們留了些什麼 總之有些是留了 希望明年 老實說 如果明年 百花再齊放一些 說不定我們可以 真的 將些分類再仔細一些 其實我們每年都在進步 譬如今年也分佈 去年阿孫 Sorry 阿某的火鳳療員 都是擺在和博曼一起計 其實Base不同 有些難計 所以 大家忍讓一下 希望這個選舉 或者這個投票 每年不斷地進步 希望越來越有公信力 如果有人認為我們這次沒有公信力 可能 接下來我們是越來越有的認受性 今晚的節目時間 由現在正式開始 開始了 你們說先說風神奇還是功夫 又我幫人Live 其實他們兩個有同一個問題 我覺得可以比較 兩個同一個問題 我當是拋孫 即是一起說 先帶一點點 就是兩個同一個問題 就是 給人的感覺 前三四期 甚至四五期 都好像悶悶的 但是 直線 我會覺得 但是 風神幾個處理 就比較好 因為他每期都滲少少的懸疑性 還有 去到現在 應該不是這期 今期叫做忍無可忍 是這個 第十五期 第十五期 即是當你把之前幾期的情節集合 累積到第十五期 你就會覺得突然間很棒 這期都是我 這個星期內 是會來回看幾次的一期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但是功夫的問題就是 一直都 令你覺得 有點迷惘 我會覺得沒有終點 雖然他今期剛剛出現了轉折 但是 你跟風神幾的處理手法 就差一點 如果要拿兩本書來比較 其實兩本書都是有別於一般廣漫的 的而且確 因為 例如 功夫本身屬於九霸都裡面的 都市恐怖系列 那個懸疑味道是比較重的 但是我們在以往的評論裡面 都會感覺到 其實在懸疑性裡面 不是很足夠 其實 如果要把它側重的話 應該是側重究竟 黃俊是否三百年前的人 應該要再多花一些時間 去 讓人去不斷地 其實我們做Campaign 即是我們自己做 我們的行 有一種理論在裡面 就是 你要令公眾對某 你提出的話題 有一個好心入 要將他入腦的話 一句說話說七次 你要說七次給他聽 比如說 不要吃藍旗吞拿 比如說不要吃藍旗吞拿 你說一次 公眾未必接收到 為什麼不要吃藍旗吞拿 但是到第二次第三次 可能他會覺得悶 但是到第四、第五 甚至到第六次 或者第七次 他就會把你的訊息接收到 但是在功夫裡面 究竟黃俊是否三百年前的人 這個謎題 我們一般不相信 不能夠接受 這是現實 但是這本書 其實好像 阿淵仔質疑過一次 或者兩次 最多 結果我對這個 是否重點 變成讀者不容易 直接掌握 他也沒有highlight過 這是一個主要命題 我回答你 是沒有的 他簡直是當了黃俊是 一個三百年前的人 這樣寫 他幾乎沒有提出過這個疑問 在漫畫裡面 的確他有滲過一兩次 但是正正就是 一個話題 不容易 這麼簡單 尤其是他沒有highlight 告訴你 我們所謂剛才所說的 就是 我們只會在同一時間 講一個話題 譬如我要求政府要做什麼 那次 譬如時薪33個小時 他就只講時薪33 對不起 時薪33元 但是他不會在這個話題以外 在額外再講 不如我們再講最高工時 他只會focus 一個 但漫畫不是 漫畫要繼續講很多 故事推進 所以你怎樣highlight 那個命題上 其實是很重要 所以我說他沒有highlight過 就是 他故事裡面已經講到 阿淵好像已經相信了 那你讀者是跟主角一起 共鳴那一刻 你根本就覺得 他王俊根本就是三百年前的人 因為他沒有特別去製造一個懸疑性 我們唯有當就是 我信你所寫的東西 當了這個是事實 但其實 他可以再有少少 讓大家去懷疑 然後給那個實質證據 令我們更能夠投入 或者有那個震撼力 但他就欠缺了這些 他有幾個點子提出 例如說 王俊有女兒曾經出現 還沒說 他講了少少 說他在元朗有家屋 在電視上看到 不是 在漫畫裏面就這樣說 有一次 他說他自己在元朗有家屋 然後 那個女人佔據了 但有個女人自稱是個女兒 然後他覺得很奇怪 然後就知道他要訓書 你不說我忘記了 有發生過這件事 但他就沒有 沒有把那件事再有個脈絡去跟 等於現在突然出現 事文書突然變了雲吞麵老闆 但說完那怎麼辦 那你跟不到 本來是往後一個很大影響的一條線 但他又輕描淡寫 我們當初當他是傻佬 以為他亂說 忽略了 其實這是一個伏線 我想這一點 如果只是說他的女兒 將來一定會說 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其實正正是重新 再retrigger 究竟你們要去想 王進是現在的人 還是三百年前的人 但是 我想好像 我記得上個月 還是再上個月 其中一集的咬姐幫 當我跟小輩說 其實王進 會有個女兒在故事裏出現 其實冰姿都說 其實我很想知道 究竟這件事是什麽一回事 何時走過女兒出來 諸如此類 其實這裏 他是其中一個 令人重新再思考 究竟王進是什麽時代的人 其中一個point 但他只做了一個 冰姿都說了一次 那就是兩個point 但你這個命題應該是很重要的 你應該要再花多些 不斷地穿插 對 不斷地穿插 其實 今期的 禪仁書 即是仁書師兄 走出來 上一期 包括 其實有一種味道 但他沒有很放大 反而更加強化了 就是一個是三百年前的人 而沒有說究竟 因為其實 人書師兄 即是假的人書師兄 小飛俠 對 就是Peter Pan 小飛俠 其實如果可以再令到他們兩者之間的交往 其實我不知道你說什麽 可以在這裏再花多些 其實他這裏說了一句 他已經被黃俊所有的主觀去蓋過了其他可能性 所以這裏是 反而是 就是 浪費了一個機會 浪費了一個機會 而且 兆淵好像真的 你說什麽 我信什麽 又變回之前的樣子 其實早兩期殺不殺那段 其實我覺得他有些 作為主角 有些自己的主見 和內心有些掙扎的位置 突然間來到今期又消失得無影無蹤 你講到這裏 我講回 劇情內容那裏 我有一件不太喜歡的 就是 延續上一期 他倆司徒之間 在爭論關於殺人 法律等問題 今期他就用了 真的被黃俊說中了 留一個大奸大惡的人的名字 真的如他所料 會害到其他人 用這件事去誘導他們兩師兄弟 以後真的會變成黃俊所教育的那種 見到壞人就要殺 不要想太多 但我很不喜歡這張描寫 因為如果 萬一真的黃肚豐 好像 黃士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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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豐 要視 他的山豐 是的 但是另一個發展的話 如果他真的洗心革面的話 反過來 其實印證他兩師兄弟是對的 他硬用一個方法 是壞人就一定要殺 他好像很強烈地灌輸大家 或者讀者去接受這種價值觀 我想這樣說 第一就是 你不接受這種價值觀 不代表本書的作者 不可以有這個價值觀 我覺得值得去 作為私底下的互相討論 究竟 所謂的一般人有沒有權 去掌握別人的生死 我未必是去救命這本作品 因為這就涉及到作品的中心思想 當然你可以不認同 當然我有另一個想法 就是 為什麼法官可以判人死刑 他也是普通人 他是大俠嗎 他也不是有任何神 去治癒他這種權力 只不過他是這個職位 所以大俠是這個職位 你就可以理解到 有人可以判其他人生死 但是 這個涉及到 那條judgment line 究竟是哪一個 特警判官 原來是大俠 我的意思就是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法官可以 而武林上的大俠 不可以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要因此而覺得 作品好像是 硬要把淵仔和阿兒 拉到那個位置的話 這樣也不可以爭辯 因為這真的是 純粹個人價值觀的問題 可以討論 但未必是阿借邦裏面 要討論的事情 我會覺得 反過來 先撇除你和不同意這種價值觀 我看來也不舒服 但我覺得 本書是要寫這種價值觀 我沒有必要去 硬說這種價值觀是錯的 因為這個是那個人 就是九八刀的想法 但對於這件事 其實是有意思的 就是 我很久沒有見過 一個主角 會有這種思想成長的掙扎 你看看黃小虎殺人 冷血不仁 總之見人就殺 一是要踢脫他的腳 一是要坐他 那殺人前和殺人後 都是一樣的 都是這樣改用的 都是這樣改用的 演不改用的 這傢伙殺人狂魔 但他應該和淵仔差不多大 18歲左右 這傢伙已經是去到殺人不眨眼的境界 我想他大一點 他好像十八至二十歲之間 他光盡這個境界 是的 你想想他經歷了幾年 就變成這樣 還要他無私自通 所以 這種成長的經過是重要的 你想想同樣都是說成長 你看看上一部作品 第八童人 七索沒有這種想法 沒有過這種經歷 當然他生於古代 自然的心態會不一樣 但是以作品來說 我們的理解是會有分別的 應該是單純以一部作品來說 你會看到一個角色 是為了某一些東西而去成長 這是挺重要的一個部分 比起其他任何的作品 我都覺得理解是有意思 即是有養份在裡面 你再深入一些想 就是為何 在他的故事裡面 社會 需要有人像法官一樣 去到執行 殺害人的一種行徑 因為我們假設現代社會 應該已經有法治的制度 然後這些會交給法官 但他的故事是怎樣說 為何有些人 要令到一些武俠走出來 等於美國的超級英雄 為何要有超級英雄 所以這部份是重要的 我接受到主角在現代殺人 學了武之後 但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是太順理成章 又是像我們上星期說 黃小虎殺完壞人之後 還要串多一句 大化人心 為何不可以是殺完之後 依然有一個罪惡感 但是為社會 甚至乎流淚 當然這些可能是很少年 那些描述方法 我就覺得太老噓 他不是發生了這個步驟 我覺得他不是發生了這個步驟 我覺得他不是寫到你說的 可能後面會有 我不知 我覺得他發生了這個步驟 他殺Uncle王 結果他再跟黃俊激辯 變完之後 其實他都說他不可理喻 但他發覺原來他做的這個行為 的而是即時累死了兩條女 然後他立即有一種很內疚的感覺 所以一定要去殺他 他已經經過了這個階段 在這一集來說 如果這樣說 短俗太短 如果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他可能一兩格 你在說那裡 他就立即感受到那種自己的內疚 因為他就是 我雖不殺八人 八人卻恩我而死 那兩條女孩就是因為他沒有殺我 死的兒子 所以令到那兩條女孩死了 可能東南西 那他就連續錯兩次了 大家好 是亂入小背 這個就是 他那個 你可以嫌他在這個描寫裡不夠深刻 但是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說了 單日未完 可能下期還有些 我覺得他有轉折 就是 他首先未殺人 到殺王岩侯 其實我覺得他殺錯王岩侯 王岩侯應該真的很喜歡他老母 他連臨死之前都不斷看強化 他走來就說 我很想做你老爸 他一促成 他和他 他父母離婚 然後再改嫁給王岩侯 他在跌落 去下面臨死的 王岩侯 他還在說 智竹蛇 文憶洛 你媽媽他 他還想著他媽媽 其實他真的很愛他 真的跟風雲要死 同一個經典的場面 王岩侯真的很情深 很情深 很情深 摸一雙眼都還很愛他 情深反悔王岩侯 可能因為這樣 小鸢真的有點後悔 殺了他 所以同樣的肥佬 他就不殺了 張士峰 風哥 張士成的後代 對 就不殺了 但是不殺 然後又後悔 其實他引證了你青春 就是不斷地後悔 還有犯錯 該殺的就不殺 不該殺的就殺了 但他最後都補殺肥底 對不起 那肥佬 嘩 你這句 那肥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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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一拼討論的風神 這本比較多 還是有殺 或者救生雜 我其實覺得懸疑性不足夠 我也覺得沒有 你想想 都是這樣 就是 食人怪一出來 沒多久他就自我揭曉 其實就是我 然後很快就跳進去 就是 那些 謎題已經全部解開了 然後就叫所有的犯人來 然後就 那殺人怪就是 我自己 我覺得懸疑性的位置就是 就是 阿姆庚他怎樣利用各種人 那個 以至到 他達成 以至到達成他 令到他們內訌 那種的 計謀 我覺得是 這幾期都 其實他一直是有個脈絡 今期這個發展 我是沒有想過 我經常都想試一下 猜一下 這次真的沒有想過 會是這個方向發展 他就是 累積了之前的幾期 鋪出來的東西 是這一期一次過 是將它爆出來的 但是 這個是 當然 我們以故事 應該說 如果以 和仔 以主筆的角度 我們固然知道 他是有準備 有鋪排 但是 如果我們當是 純粹一件 觀察的事 來說 這件事其實是偶然 一定不是計劃 因為他沒有知道 原來鬼木大臣是會吃年輕人的 就是因為他知道 突然間 腦筋急轉彎 才可以把這件事 插裝交禍給 鬼木大臣 所以就像小輩所說的 真的很像賭博麥遲錄 經常有些突發情況 然後你就要想 怎樣去利用這個突發情況 咦 剛才揭到這件事 走啊 走啊 其實你說到你後面 即使他煽動 李靖 李靖都未必會反 他可以爭奪 還是那一局 是啊 我覺得他描寫到 其實他很會捉摸別人的心理 但是都不能夠為上兩期 他這個自白 爆了自己的計劃出來 掩飾那個缺點 但是今期這個行為 就變得回來了 上期那段 其實我想說回 他可能是很有信心 那些人不會找到 找到那個樹林的位置 我覺得 其實如果 都是那句 我們剛剛比較兩本書 其實你 阿九 好啊 對李拿渣的想法 正正是 剛才阿郎你說的 功夫 冤仔面對張士豐的另一面 他是覺得 那些年輕人是會改的 因為他畢竟只是一個 十來歲 即是十一年歲 幾歲而已 I mean 我說阿九 他只是一個十來歲的青少年 可能是剛剛小學畢業 小學畢業又未過 中二病又正在發的 那個階段 這個中二病也很成熟 當然他古代的人 是比較成熟 孫權十八歲 你同班的時候 總是有一兩個男人 假裝大哥 在吃法力之下 一當吃醫院 我覺得古代的中二是比較深 是呀 文言文 你想想 孫權十八歲 已經統領江東 我想說 所以其實他覺得 李拿渣這個年輕人 一來他有種 他覺得他應該會改過 所以他才會覺得 你不斷吐他 玩弄他之餘 你都會覺得他真是英俗 而且他經常要他背那段 我發現沒事 他還說很霞子 背效規 你看到帽根 他整天都是變來變去的 他是有一個計劃 其實他是聰明的 但你看到他 其實有很多位置 就不太能忍得 有些小學童喜歡的那段時間 是呀 少年那種衝動 過度期 青春期是處於轉變當中 其實他是聰明的 如果他不聰明 他就不會想到 借李靖 就是 借他打力 救回兩個小孩 救回兩個小孩 在那邊煽動他 他是聰明的 但他上一期 在拿渣面前 就是自己爆發的東西 其實就是 你最後那一刻 你不是由得他們在那裡打 你為什麼要讓機法知道 技巧 技巧 你就是那隻食人怪 你為什麼要弄一桶屎 給他 可能你的屎太滿了 屎太龍 這些位置就是 你看到他有年輕人那種 志氣微碎 連銷犧牲 如果補完 粉絲補完 純粉絲補完 不要說聽眾 為什麼他放過拿渣 可能他在拿渣身上 他就看到以前的自己 他以前也是這樣的 真的 這個真的不是補完 應該是 他以前也是盛世靈人 打慢了奴隸的眼 甚至奴隸的一條命 算是什麼 而他在拿渣身上 他就覺得自己以前也是這樣的 所以覺得這個小孩也有機會變 哇 和仔真的要跟你碰杯 哇 找到詩音 你個個都解不了 他有一種 可能他遲些將會面對 我猜狗遲些會面對海龍王 所以他才放過拿渣 所以他一定要放過拿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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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靖應該會死 然後應該是他和阿武庚和拿渣 我猜 我猜 死了 怎麼這樣說 不是和白菜的嗎 那不就離開他 不是那些 一齊 古代的人三車四車 老婆是用來做掩護的 是啊 古代的人三車四車 原來是龍陽劑 他剛好 林美島市我看 這次就猜可能真的有某些原因 他要引開他 不知道是想拿多一張牌的手 多一個人質 還是什麼其他原因 我覺得有點奇怪 看了這三期到四期的鋪排 其實我有點好奇 阿武庚原先的計劃是怎樣的 但是他今期那個 或者是上期的尾 那裡 真的突發 他都可以表現到他的急事 但反而我會好奇 他原先的計劃是怎樣的 他就是放走了拿渣的同事 可能自己偷偷地在山洞裡捐出來 他之前說過 最後會回合 已經都假裝犧牲者 假裝被人怪吃了 他就可以很安全地消失於世上 我覺得他其實都會在見步行步 你看他臨時有事發生 那就轉計劃 其實沒有計劃 總之他想走就算了 你想一下 其實他本來想自己走就算 然後看到黃一虎和黃二虎 那兩條小子 他就覺得不如救他們 他那些東西很隨意 看到這樣就救了 即救到多少就多少 救不到就走 我不是覺得他是正太空 他看到那些小孩子就不忍心 不忍心就死 拿渣也不忍心殺 即是壞叫正太也不忍心殺 兩個天然外也不忍心殺 他現在是甚麼 他自己就是眼罩控正態 讀眼正態 讀眼正態 你這樣說我想剪輸 剪了一本書還有千千萬萬本 但剪了一本書就不是 你想剪就想剪吧 不要賴我們 所以我覺得這兩本書 其實都各有不足夠的地方 尤其是在報懸疑的那種味道裏面 封神幾少好少少 但也不是 有很多辦法都是很快 就好像今期 我純粹打個比喻 可能今期第十五頁 黃少夫被人一刀批下去 準備頭沒了 然後三頁之後 黃少夫就完好無缺 這樣踢死了那個人 一樣 那種懸疑應該要報到 那些人真的要猜是 或者不是 但是這兩本書都欠了這個 我當然有時間去懸疑 你就經意解謎 其實這個是我們剛剛 咪後 我們之前在吃飯的時候 講的問題 其實他們是受入慢影響 但因為商業上的問題 他們是要出薄妝 但他們同時又很想 將入慢那種模式加進去 你會覺得 其實如果功夫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將今期和上一期 夾在一起看 你會覺得比較OK 應該要一期大約六十頁左右 總之一次過看六十頁吧 如果問我個人來說 我始終都是 希望那晚會發展到像潛華版 我同意的 因為我還記得大約是 十幾二十個星期之前 大約是大半年前 我也是這樣說的 絕世無相義也是這樣 我連續看四期 當然他儲了三個月 兩個多月才可以出到四期 還要是不定期的 所以我一次過看四期 我也覺得好像是 重慶還是安慶那段 戰役是好看的 但是 受限於三十頁 大家又要做又要勞 其實是沒有那麼容易 令到讀者去追 或者很容易覺得沉悶 不是 通常是不好的漫畫師才會這樣 就算用日曼比較 日曼在周刊連載只有十五頁 但是我發覺有部份 我追開的連載是好看的 有些連載是不行的 要儲到單行本才行 那是作者功力問題 那你先看看什麼叫功力 你每一期十五頁都好看 但是你加上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即Bitch那些 我不同意 開名 都不是 那十五頁都不好看 那這個是你主觀議員 但是 同一些 即Bitch那些十五頁是 可能不斷封位 剛剛在打 那幾期 不斷封位 看什麼 但你合起來看會好看 那哪個高手一點 其實很難說 但是 我覺得不公平 你用日曼來比 就是因為 日曼不是那十五頁自己獨立成書 即是我打開一本周刊 一本枕頭書 對 一本枕頭書 你只是在封位 十五頁在封位 在封位 哇好厲害啊 哇 怎麼會這樣 那些 沒有見他一陣子就厲害了那麼多 即是你在說這些事情 其實還有其他故事 它不會這麼巧 整本枕頭書 每一本的故事 全本都是封位 全本都是封位 整本都是這麼巧悶的位 就算有 你本枕頭書還有其他東西 譬如有些星優的訪問 你不會連星優的訪問都是封聲吧 對 總有一些是小鎮偶利 有波友羅看一下 有些沙別樹看一下 總有其他東西 不是魔法老師嗎 摩斯 是的 但是你說萬博萬 整本就是他自己 如果他幾十頁 就是全部封位 他那一期全部打封位 就是那些 哇我那麼厲害啊 哇我又出一招啊 那些 那你又會 最好賣的 但是 整本文 就是全部文氣的話 你又會覺得 哇好悶啊 那一期 但可能真的要鋪排 這個是出版的形式 死穴來的 這個是先天影響 因為他不是一本 裡面有十個八個故事 他沒有說其他 其他同伴去燉雲 所以其實 你見到近年 有一種很細緻的變化 就是專欄是豐富了 尤其是大書 譬如 成語春秋 譬如阿興搞火人邪神 搞黃蜂爐的時候 已經是很多什麼 媽媽會客室 搞很多 古靈精怪專欄 譬如找小文老師 封神記 就有文家宏和阿本 功夫就有科隆周記 就是用漫畫的角度去 以往寫專欄比較沉悶一些 功夫都多 除了科隆周記之外 有時候都會有些 助理做些四格 或者是做一些 現在功夫就有時候 去講一下 背後的商業運作 或者有助理情報室 對 對 其實他是希望令到 既然必須出一本 這樣形式的三十夜薄曼 就要令到其他配賽 越來越豐富 這件事是 越來越見影響性的 其實應該雜誌化的 如果你問我 但試過那一件事 十年前 好像是不湯不水 我同意 但是 究竟你要有多少人去 當然 你多少都應該投資 直到改變成成功為止 但站在出反射的立場 他就會想 我這次輸了 其實讀者是不受的 他未必會想 其實是因為我們 雜誌化的方向錯了 所以其實有 中間是有些 大家的屁股 在哪裏有不同的期望 不如說到這裏 好嗎? 稍後再見